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人体有这么多水啊 真没想到 再比如空气 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 我们却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比如烧开的水会冒出气泡 用扇子扇风扇 吹空调流的 不过人类直到十七世纪才证明 空气和固体液体一样 也是具有重量的 各式各样的物质就好比各式各样的菜品 而原子就好比食材 不同的食材搭配可做出不同的菜品 而不同的原子排列方式就能产生不同的物质 如果科技足够发达的话 只要把煤炭中的原子重新排列 煤炭就 变成钻石了 那要是往沙子里加入一些微烂元素 使它的原子重新排列的话 沙子就有可能变成芯片吗 沙子 还有土壤 水和空气中的原子重新排列后 是不是就能做出玛丽鼠了 就像行星围绕着恒星运动一样 电子也在围绕着原子核运动 原子核和电子就构成了原子 下游 我知道鱼是什么组成的了 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H2O 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H2O